那么大家吉祥如意 那么今天呢会继续讲解这个大波斯法 那么在昨天呢讲到了法去法的部分 那在这当中也谈到首先要观修死亡无常 第二个观修业力因果 那么大概这两个部分呢 就是我所想的心中所想的大概都简单的说了 那么接下来会简单的略说一下轮回过患的部分 那么轮回过患的观修 可以说就是中世夫的修持 但是呢现在主要是在讲说下世夫修持的法去法的部分 那为什么说轮回过患这属于中世夫的修持 还要可以说硬蹭到放在这里来说呢 从首先整体教法 有时候就会有时候就会同时讲解两种世夫或者三种世夫修持的方式 然后来对不同的弟子诠释这个法去法的部分 因此呢 因此呢 不仅仅是在这部论当中 有这样子的次第有时候会交替有 那么在达伯仁不切其他的教研当中 法去法说到的时候也提到了去入世间法 还有去入涅槃法这两种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不同 这是前面所说的是一样的 那么在谈到去入世间法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也就是相信世间的政见 这些因果业力的这些政见 所以因此不为此生而造任何的恶 而努力为来世而行善 这个就是去入世间法在这里的意思 所以这就像是撒迦的离寺贪值中的 贪着此生非行者这个说法一样 我们看到所谓的佛弟子 或者修行人的最低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他修行的目的 至少 至少是什么呢 是为了来世而修 需要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心而修持的人 而且他的心胸是这样子 比较有长远心 心胸开阔的一个人 这才可以称为叫佛弟子 在这个上面如果再加上了 还想要解脱 希求解脱或者处理轮回的心的话 那就有这样的心的话那就更好了 所以 法去法 跟为了来世而修持 可以说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总的来说 无论你做再多的修持 修行 如果你做的目的 都只是为了今生而修的话 这可以说就不是真的修持了 那么这里谈到轮回过患 我们要如何做修持 做观修呢 也就是 你意识到 知道说 我持续在轮回当中 是不会有自由的 如果能够得到解脱 才是真正的自由 你有这样的认识之后 所以努力地想要培养 首先欣赏解脱的心 同时例行 实践各种解脱的方法 我们说 为什么轮回是不自由的呢 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被自己的业和烦恼所控制 但是呢 我们现在很难马上就看得出 所谓的业和烦恼 它的坏处在哪里 这是不容易观察到的 所以我们先从 业跟烦恼的结果 这是比较容易被观察到的 所以要观察 业跟烦恼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痛苦 所以这也是轮回过患 主要就是观修轮回痛苦 那么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轮回过患的这个经文 昨天已经念过一次了 但是我想现在再念一次吧 所以这里的经文是 即便人天二道 教之上好 但人有生老病死 求之不得患得患失恐欲 怨敌忧失清倦之初苦 天人又有死堕之苦 乃无间地狱所受苦处之十六倍有余 因此要生小,无论六道之中,投身何处,唯有痛苦意图 故而若出离心未及之志,何谈令法去法 那讲到这个部分,谈到了轮回过患 所以我想也分享一下自己对轮回过患,观修这部分的一些想法 在平常呢,我们会说在这样子的轮回里面,只有痛苦意图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没有任何快乐,只有痛苦呢? 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的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哦,我不苦 还很快乐呀 甚至会想,如果能够投身到天人,可能还更快乐呢 怎么会说唯有痛苦呢? 有人会说轮回是苦,可能是他疯了吧 少跟金疯了吧 但是我们谈到苦哦 到底我们先要认识一下什么是苦 举个例子来说 好,身体不舒服吧,是一种苦 或者胃痛吧 或者我们说伤心,难过,等等 总之身体和心理上能够直接感受到的痛苦哦 这种我们会说它是一种苦 这种苦呢,就是佛教当中所谓的三苦当中的 只是苦苦而已,只是三苦当中的苦苦而已 所以轮回唯有痛苦这句话当中的苦,如果说成只是苦苦的话,那这是太局限了 轮回唯有痛苦这句话当中的苦,是比这种苦苦,身心上的这种不舒服更深刻的多的 好,那么比这个苦苦,稍微更深层一些的苦是什么呢 就是坏苦 对于坏苦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 但比如说,生活当中来讲的话 很多事情,它随时都会变成痛苦的事情 有很多,举例来说 平时我们都会面临生病,或者失业 或者说破产 或者说我们说父母呀,亲人 可能有一天会失去他们 或你所爱的人,或者是朋友 也会,你可能被他们抛弃等等这种情况 所以随时你心中都会带着这种压力 就是会遇到这种痛苦的压力 同时还有呢,这种 我们说天灾人祸 举例来说,去年呢 就有这样子的新冠疫情等等 就让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通不于生 尤其我们心中还有一种 最大的隐患是什么呢 必须要面临的 就是死亡 死的时候,一切都会离我们而去 这就是一种痛苦 所以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就有很多很多 你无法控制的一些 这种各种的情况 这种一种隐患 只是他们暂时呢 还没有爆发出来而已 显现出来而已 如果我们说很有安全感 没有这种担忧的话 那你为什么还那么努力要 比如说存钱 或者随时都还要养生 注意养生 还要更努力去维持 我们说各种人际关系 所以如果你有这种安全感 你就不需要那么做了 不是吗 如果说人生 他就是所谓的 你以为那样的 是圆满的 是完美的话 我们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 各种负面的情绪 像是惊慌呀 或者说总是隐瞒呀 或者说内疚啊 或者说内疚啊 还有说一些失望 还有这种叫寂寞 还有尴尬等等这些情绪 所以接着第三个呢 就是所谓的辛苦 它又比刚刚谈到的这种 隐患坏苦 更深刻一些 因为它不只是一种感官上的痛苦 所以你感官上是感受不到的 它也不是一个 很清晰的一个东西 它甚至也不是一种隐患 而是一种本质 性质上的苦 就好比我们一想到要坐牢 听到说我要坐牢 想到要坐牢 马上他就会想到这种经历是苦的 它并不是因为身体受伤而痛苦 或者饥饿或灾难 而是一种整体上的 本质上的苦 所以这种苦的概念 我觉得是跟这里所提到的 唯有痛苦的这种说法 我觉得是最接近的 所以我们说很多次 就是强调的会说 轮回的本质是痛苦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的人生是有自由的吗 根本是可以说是不自由的 比如说我们自己以为说 好像可以心想事成为所欲为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的 做不到的 你不是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 比如说我们总是会害怕失败 害怕失去机会 或者被别人嫌弃 或被别人抛弃 所以我们总是可以说 是活在了别人的眼里面 所以我们也总是想要赚更多的钱 想要学习是要比别人好 或者你为什么那么努力的工作 只是为了让可能家人 周遭的人感到骄傲 只是这样子而已 不仅如此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生命当中 你充满了很多的无奈 很多时候我们明明是 比如说对于一些地方 或者对于某个人 真的是实在是受不了了 很烦了 但你还是得生活在那里 还是得跟那个人在一起 你有很多这些 这些无可奈何的这种状况 总而言之 这些无可奈何 还有这些苦恼 这都在说明什么呢 都在说 我们是不自由的 可以说是身不由己的 所以因此呢 由于说轮回的本质 可以说就是不自由是痛苦的 所以我们只是比 关在监牢里的人 好一点点而已 哪里好呢 就是能够活动的空间 更大一些而已吧 他们的牢房就那么大 监狱就那么大 而我们只不过 比他们活动的空间 大一些而已 所以我们其实跟 这些坐牢的人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跟他们一样 所以也还是有很多的规矩 很多的标准 很多的这些 这些道德眼光判断等等 在限制着我们 所以这些等等 都限制着我们的 同样还有很多 比如说你有很多 无数的目标 还有很多的事业啊 工作等等 等着我们要去完成跟实现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 每天都在度假 是做不到的 而是你就必须不停地工作 甚至不停地学习 有的人可能心中想 如果我有一个伴侣 陪着我的话 可能会有些 可能会好一点吧 所以就结婚 但是没过几年 结果婚姻也变成是 牢笼一般了 所以你现在能够感受到的 以为的自由 它只是因为 会跟更大的一种限制 或者说制约 而自己 所以可以说习惯 或自己造出来 平衡出来的一种习惯而已 所以其实并不是一种 真正的自由自在 所以都是可以说 身不由己的 这就是 这整个情况 这就叫做轮回 那么身在轮回当中的 这些无奈啊 还有很多的限制 还有很多的束缚 所以想想 到底这些束缚 限制是来自于哪里呢 是谁在束缚 限制我们呢 原来就是 自己的烦恼和业力 事实上 我们完全被烦恼和业力 牵着鼻子走 完全被他们控制了 这有一点像 我们有时候会遛狗 就像是一样 这个样子一样的 这只狗 它没有自己的选择 就是被牵着走 所以 很多人就因为看到 知道生活中的无奈 轮回中的这种束缚跟限制 他们没有 想不出其他方法去处理 去面对 有的就喝酒 或者说抽烟 甚至更不好的 可能会选择吸毒 这只是为了放松 用各种这些方式 想要对治这种无奈 但这种呢 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因为你酒醒了 所有这些无奈 他又会回来的 所以 根本的可以说解决的办法 处理轮回的办法 得到自由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从轮回中处理出来 好 那什么叫从轮回中出来 首先 轮回 它是个地方吗 它不是 轮回不是一个地方 举例子说 是不是说 我就离开这个地球 逃到外太空就可以了吗 也没有用的 所以 轮回 它不是你所居住的 这个地方有问题 不是 所谓的轮回 是你的心里有问题 如果说 是地球或你居住的地方 有问题 那么我们就不会 跟这么多大成就者 可以说 共同生活在 这个同一颗星球上 所以轮回 是在我们心里的 而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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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的烦恼和业力 所以 我们对于苦 是什么 真的要从更全面 更深刻 去看 所以不要一谈到苦 就觉得是 哦 就我身体不舒服 我胃痛 或者觉得我 内心里 哎呀 我这个 我没有买到 iPhone 12 或者说 没有买到 这个最新的iPhone 而 这个非常的 这个难过 不是 我们谈的苦 不是这一些 所以 就跟前面说的 轮回的本质是苦 所以我们真的很难 体会到这一点 为什么呢 为什么没有办法 体会到轮回是苦 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 从烦恼和业力的 这种束缚之中呢 解脱出来过 所以我们 不知道 这种解脱的情况 是什么 所以我们常常说 这种痛苦 是比较而来的 就好像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是这样子的 跟一个快乐的人比起来 你才知道自己是不快乐 或者是失痛苦 所以就像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这句话说的一样 因为我们从来 没有感受到过 像是那些大成就者 那样的内心的一种自在 和他们的这种解脱 的这种快乐 我们从来没有体会过 甚至我们从来没有体会过 甚至我们从来 我们根本没有这样想象过 所以我们也从来 不知道自己也可以 像大成就者那样的 那般的快乐和自在 所以我觉得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 大家在每天忙碌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要停下来 想一想 稍微放下手边的这些忙碌 静下来想一下 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 真的彻底的解脱 从烦恼跟这种业力中 彻底解脱出来 有没有可能 彻底的解脱是说 它是在某个地方吗 并不是的 有些人以为说 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或者我到了净土 才叫做解脱 是这样吗 解脱是指说 你换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吗 不是的 所以如果说是在外在的话 那么 是不是这些 印度啊 或者说这些大成就者 他们也就不会留在这个地方 而会换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 并不是的 所以真正的解脱 是指你心里的解脱 所以外在的物质 东西 无论再怎么的好 再怎么的完美 它都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为它们不是问题本身嘛 所以问题是内心 所以只有通过修炼我们的心 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真正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可以说就是 你的心有没有修好 有没有修炼好 所以这是我对于 总之呢 想到轮回过患的时候 就想到了上面这些 要跟各位说 总之讲回来 法去法 我们讲了几个部分 第一个 首先要知道 法不去法是什么情况 第二个是法去法的方式是什么 这两个呢 大概都讲过了 那么第三个是 法去法的标准和征兆是什么呢 那么在这里 就是达伯二十五指的这个侄子 就是 共巴 他的清传弟子 叫作祥云陆爵巴 他就是 祟巴嘎寺的教主 他是一位大成就者 在他这位 祥云陆爵巴的教言中 有这么一句话 我想这是对于 法去法的一个 总结 我想用他的话 来做个总结 如果再不总结的话 我们这一次 就不是达伯四法的课 而是达伯依法了。 那么总之,这位祥余招吧,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总而言之, 法去法是什么呢? 是说,你越是持续修持下去, 就会一天比一天进步, 也会每月每年的进步。 持续下去,你的心会越来越柔软, 烦恼越来越轻。 从内心深处,会去接受自己的失败。 性格会越来越好, 对于此生等等的贪拙越来越小, 娇慢或供高之心越来越小。 这种修持有进步的感觉, 你自己会感觉到。 甚至自己的上师、法友也会感觉到你的进步。 连本尊护法都会感觉到你的进步。 由于这样的缘故,你的心会越来越清静, 越来越安心踏实。 这时候从各方面来看,你都会有一种坦然,一种无憾的感觉。 你会知道,就是因为没有调伏自心, 所以我在轮回中轮回这么久。 因此,修行,如果没有成为对治烦恼的方法, 调伏到自心的话, 文、私、修等等的修行都没有用。 所以,一定要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我觉得这一段是很重要的一段。 重点是你修行,你要发现自己的进步的。 你会要一天比一天更进步, 你每一个月,每一个月更加地进步, 比起今年,明年你要更有进步。 修行,就是你的心会越来越柔软, 但是傲慢也越来越小。 悲心越来越强, 然后我值越来越少,等等。 但这不就是你自己在那幻想, 说,啊,我更好了。 是你真的感受到自己不一样了。 而且你的,比如说上师, 也会说,哦,不错,你有进步。 不仅是这样, 甚至说,本尊护法这些在本智界当中, 这个法界中的这些本尊护法, 他们都能够知道你的进步。 不然很多人,我们说修行修很久, 就是完全都不进步。 如果你发现没进步, 就代表有些问题了, 你的修行出了问题了。 就是修行没用的一方式了。 那当然,如果你发现修行越来越糟, 那当然是更不用说修行修错了。 比如说越修, 越傲慢的话, 那更不用说了。 那根本不用再谈什么法区法了。 烦恼越来越重。 那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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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了。 你这个修行真是不行了。 那么接下来,我觉得还是要谈一下法入道的部分。 所以简略的来,还是讲一下哦。 所谓的法入道呢?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简略来说就是, 你所做的只恶行善的修持不仅仅是为了来世, 而是为了得到三寺夫的某一寺夫的果位, 对不起,三寺的某一寺的果位而修。 那么,指贡,这个吉天宋公大师他怎么说呢? 虽然呢,法去法, 但仍然还要继续地去修持法入道。 虽然你已经厌离了此生, 但是如果你还贪着来世, 人天果位的轮回的果位的乐果的话, 你法就不入道, 所以必须要知道整个轮回的本质极是痛苦。 所以这是至贡,吉天宋公所说的。 所以所谓的法入道啊,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一般我们说到法入道, 我们对于这个法入道的认知是什么呢? 就是在说西求深闻原觉这种菩提果位的中世夫的内容。 但是呢,就跟我们前面在讲法去法时候是一样的, 这是不一定的。 就不一定, 就只是法入道只讲中世夫。 比如说在达布仁不切的对大众的开示中就有提到说, 他谈到法入道的时候呢, 刚博巴大师就说, 法入道有两类, 法入道基和法入正道。 法入道基是当你知道意识到小称的过患之后, 抱着慈悲心与菩提心, 进行一切程度一切的这种能做到的白善法的极资与进账。 同时为了等虚空, 一切友情登上无上菩提, 所以我一定要证得具有三身五智的一切, 治治佛果。 那么第二个, 法入正道意思是指随念世俗皆如梦幻, 而且不但抱持着慈悲心与菩提心来进行所有的修持, 同时更是万法皆如梦幻, 如此即是方便与智慧的并行不理。 以上两类就是法入道。 所以简略来说, 上面谈到就是说能够空碑双运的这种修持法门进入大乘之道。 同样在洛莱亚巴大师的《四法大书》中也有提到说, 接着呢, 讲到法入道这个部分的时候, 那么论中也有提到说道, 那道呢就可以分为战时和究竟的这两种菩提。 所以洛莱亚巴大师提到呢, 法入道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入战时的二乘之道和入究竟的大乘之道。 那么我们从这次用的这一部经文当中来看的话, 那么其实法去法中已经讲述了中士夫了。 所以呢, 在这里的法入道的时候, 应该最主要是指入究竟大乘之道, 而不是入战时的二乘之道。 所以我想,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经文中怎么说会清楚。 经文说, 若欲令法入道, 应以慈悲之心, 喜比圣己之心, 及世俗菩提心为本, 了达内外万法皆乃缘其聚合之显现如梦四幻, 显可令法入道。 别人了, 我现在的主要有用于我的中心, 你有发现了最后, 你自己所说的最后会议有用。 如果我一张应该是关于世俗菩提心, 你这时候会不会托。 在这里运动, 没有特别的, 你只能去法治治国, 是的, 你很想让我赔, 我来说的, 所以, 我来说, 所以,我们谈到法入道的时候,这内容是很广的,真的要详细说的话,还要再两三天,但这次的时间也是不够了,总之今天没办法讲了,所以我想明天会再简略地讲一下法入道的部分。 明天要讲三个法,法入道,道断或或显至,一天中,要讲这三个法,我觉得可能有点困难,所以我刚想了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如果再多一天的话,这也没用,这有点像一般我们做斩巴剂,首先不太会做斩巴的人,他先斩巴里粉倒了一点水,啊,这个茶多了,不行,那再加一些斩巴粉,结果斩巴粉又多了,又太干了,那只好又再加一些茶, 结果那做半天,他做了太多的斩巴,吃几天都吃不完,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直东加西加下去,我觉得也不行,所以我想不要再多加一天,但是就算不多加一天,但是我想可能要多加一个小时, 所以明天我们会,所以会先,总之,所以印度的时间七点到八点是一座法,然后修持半小时,然后可能之后在八点半到九点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两个小时来讲的话, 所以反正,如果不好意思让佛学生人辛苦的话,也很说一声请求原谅,那我自己也是不容易,可以说从早到晚都在想这个内容了, 虽然也有一点这个辛苦,但我还是觉得有这样子,这次机会真的很难得,我也觉得自己很有福气, 所以呢,也很欢喜,所以就提起这种精神,我想要再为各位说,好,那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